现在时间3月9号的中午 我们看到今天早盘三大指数走出一个小幅高开之后的弱势震荡的格局 今天早盘和昨天早盘从指数上都是弱势震荡 但是大有不同 为什么 昨天是多数个股 尤其中小盘个股是以反弹为主 今天我们看到超过2800家个股是以下跌为主 这是七一 其二我们在昨天重点强调关注一下北向资金的动向 昨天虽然说指数是一个弱势震荡 但是是一个小幅净流出 那么今天早盘北向资金净流出已经超过30个亿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们在昨天重点强调看一下量能 对吧 今天早盘的量能相比于昨天又是一个缩量的态势 那么好 我们重点指出了 如果缩量 那么不可能指数是延续形成一个向上突破 或者是反包扬线 这种可能性没有 那么我们要重点等什么 等数据 对吧 我们在今天早评也重点强调 下周要公布的就是涉容数据和一月份和二月份的相关的经济数据 那么外资形成一个流出 内资在等数据从量能上也没有放量 同时我们看到今天早盘涨绑局前的是半导体板块和相关的医药板块是涨幅局前 好今天早盘有表现的是什么也就是石油石化板块煤炭有色板块相应的走出一个冲高回落 同时我们看到昨天数据经济类涨幅局前今天早盘僵硬的是一个跌幅榜局前 所以说指数我们看到形成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 那么对于下午而言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 会不会突然形成震幅比较大 就是波动幅度比较大 形成一个突然跳水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也有 那么目前我们从操作上还是耐心等待市场的震荡为主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